LEN 可能会用到 LEN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算某一个储存格里面 它到底有几个字 这个字的话它没有区分说是中文、英文还是数字 反正都算一个字就对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插入函数 找到什么?找到文字类里面 你可以在文字类别的里面 你可以找到有个函数叫 LEN LEN 这上面有个说明 虽然这个说明写的不是那么清楚 不过至少你大概就是 它参考 传回文字字串之字缘个数 是什么意思? 其实讲白话是帮你算里面几个字的意思 再来的话 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太过执着在那个字上面 反正略读略读 大家就知道 因为它有点像 阴帆中过来的东西 而且阴帆中里面又是工程师写的说明文件 所以有的时候会用工程师的那种叙述方式 大概习惯它 你就知道这什么意思 所以慢慢要适应这个 然后里面的话只有一个参数 叫做 TEST TEST 就是文字按确定 所以特别注意以后慢慢你要看懂什么讯息 它跟你要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TEST 理论上它写在这里 为什么不写中文 没办法 那以Sail就是用英文 所以你慢慢习惯 你慢慢要习惯什么呢 看懂它的意思 而且它有固定的用法 如果是TEST的话 意思说那个文字在哪里 你那个你要算的字在哪里 所以我只要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储存格 就这一个 那你会发现它就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怎么样 把它带到这边来了 然后这边会显示 是这个吗 那你们可以发现TEST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前后一定要有双引号 前后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才是TEST 才是文字 那只是说 如果它在储存格里面 那个前后的双引号不会显示出来 但是在公式里面 在资料里面是有前后的双引号这个东西 只是没有被显示出来 然后它回传给我们的是什么 10 意思是要10个字的意思 特别说 将来它不会给你10 是有前后的双引号 意思是10个字 如果前后有双引号的话 那表示10的这个文字 那文字跟数字是不同的东西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 所以有时候这都是细节 如果细节没注意到的话 那可能会产生错误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向下填满 那你可以看出 这两个好像不太对 因为身份字号怎么可能会有11个字 所以这两个可能是错误 就要把它挑出来 那再来性别部分 性别 怎么去知道说 性别到底是男还是女 其实我们身份字号的第几码呢 第二码 一的话是男生嘛 二的话是女生嘛 OK 那会不会有三呢 应该目前没有啦 就一跟二吧 因为现在我们也通过那个 性别平等法嘛 所以将来 会不会生安之号以后 连一跟二可能会被打掉 因为他可能不是那么 呃 所以我就说OK 那如果说今天呢 我们要把 这一个字 取出来之后 再判断 性别的话 那当然特别主要 这个里面的逻辑 可能就不是一个逻辑 一个步骤可以完成的 所以我建议 你可以分两个步骤完成 第一个步骤怎么样 先把什么呢 把第二个字取出来 第二个字 特别主要 如果你要取的字 刚好在中间的话 你就不能用LAT 也不能用WRIGHT 这两个都不行 只能够MID 有没有 MID MIDAL 只要MIDAL 然后呢 先取出来之后 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再用逻辑判断 IF 判断说这个字 如果是E的话就男 反之就女 所以两个步骤 那我大概做一下 可不可以看 E 我们插乱数 如果我要取第二个字的话 我们用文字内里面的MID MID 然后 一样三个问题 你们都发现 以后要看懂这三个问题 反正都英文的 我慢慢你要习惯 TES 意思说那个字在哪里 OK 这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的话 START START就开始 LUMBER的话 就是 开始 的位置 意思说 白话意思说 第几个字的意思 第几个字 一二嘛 第二个字那就输二就可以了 第二个字 第三个问题 LUMBER CHARDS 这个是字 LUMBER是数量 有没有 意思 所以这什么 应该是 白话意思要几个字 OK 不过他写这样 绝对看得懂 不过以后看到LUMBER CHARDS 请注意它就是几个字的意思 OK 所以我觉得 XL以后干脆前面再把它 它已经变繁体中文版 但是 它的 这个参数名称也没有把它 变成中文的 从很久以前那个版本就这样 到现在还是一样 这个部分比较不友善一些些 OK 那没关系 我们大概知道有几个字 一个字 OK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逻辑上 我把这个给它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 第几个字 第二个字 取一个字 那得到的结果 请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 有没有发现 它前后 它前后有双引号 表示呢 它是 1 是没错 但是呢 这个双引号的1 跟没有双引号的1 意义不一样 对不对 不一样 OK 如果你假设没注意到这个细节的话 你最后呢 所带出来的公式结果就出错了 我们按确定给各位看 确定 当它显示出来 一定呢 也会是 这个 怎么样 就是 看不出来 有没有 因为在除了一个里面 不会出现双引号 那有什么地方可以辨识 其实你可以把清除它的格式 格式清除掉之后的话 因为它现在字中 如果把格式清掉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它里面是文字的话 那它会靠左还是靠右 你会发现 它一定靠左 那如果是你今天是 是一个数字的话 比如说你今天输入1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靠右 有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 从这也是细节可以看出来 因为有同学经常 希望老师为什么怎么做都做不对 一看你文字跟数字搞混了嘛 结果就OK了 所以呢 好 第一个步骤OK了 当然我们这边原来是 字中就看不出来 可是如果你把它清除掉它的格式 你就看出它是文字 OK 那接下来第二个是 我不是要一二 我不是要一跟二 我要什么 男跟女 所以怎么办 再来可以把密的这一串 不包含等号把它剪下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if里面再做判断 所以我的习惯先做第一步骤 再做第二步骤就是做逻辑判断 那通常呢 我会把这个公式解下来 不包含等号 再插入那个逻辑 if 然后呢 逻辑这三个嘛 你的逻辑是什么 logitest 逻辑就是哦 这个 这里面的数字 如果等于1的话 那我就是男生 反之的话呢 就是女生 这样一个逻辑是OK的 只是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 如果1的话是男 反之的话呢 就是女 不过你会发现到1开 它会自动帮你加双0号 有些函数会帮你加 有些函数不会 如果不会的函数 你就要自己加一下 OK 好 那这样子看起来 理论上公式哦 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不过你会发现哦 执行完毕之后 全部都女生 诶 你想说怎么全部都女生呢 好 它应该 这个错误看得出来 哪个地方有错吧 看得出来吗 对啊 有没有 这个 这个有没有 里面出来的东西是 这样子的1有没有 那我后面摆了一个 这个1给他 两个1不等嘛 所以不等的话 那一定都跑force啊 force就是不相等 不相等 所以全部都不相等 对不对 因为文字1跟数字1不相等 OK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嘛 我们就这样 记得哦 把这边加一个什么 双以后 双以后 然后 这个其实是没什么 但是我发现这个很多人错 OK 如果错的话 那当然不可以按确定 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但是哦 如果顺便讲一下 其实工作里面还有常遇到一个作用控 就是说 我后面的这个资料 可能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储存格 变成说 我来的资料都已经是数字了 我后面这个地方不能改 它就固定一定是数字 因为可能是另外一个储存格 那变成我一定要什么 我要改前面的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 我们会有个需求 我们需要把什么 把文字1 改成数字1 那你变成你需要一个函数 去把它转换 那个函数的话 就可以注意哦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的话 其实你可以 所以我为什么教各位说 一定要把文字类函数 有时间就稍微看一下 因为你会发现 刚好在文字类的最后一个 value 它这边就会跟你讲 它的作用是什么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那不就是我们要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假如我 后面这个地方我不加双以后 刚刚一定会出错了 那我可以怎么改 我可以改前面 前面这个资料 那我只要怎么样 在这个资料的外面 加一个value就可以了 ok 跟刚刚的int很像 用的方法就是 你直接在这个外面 把一个v 最好是c打value 前刮弧 到这个mid的后刮弧的外面 等号的前面 再加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我后面即便没有加双引号的话 那向下填满 结果也会是正确的 那主要就是说 我可以把那个文字转换成数字 ok 大概这个地方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边主要这个这个 那当然如果你这个公式一下记不起来 其实呢 云端上我有放相关的参考资料 所以我待会慢慢习惯就是云端上面 像我刚刚那个powerpoint 如果你要看这边也有了 讲义了 这边如果你需要 你可以把它下载到一个pda5档 像参考书目 我这边其实也有放 有没有 这边如果你来不及记的话 然后另外的话呢 云端白板 刚刚其实就是参考解答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 就是rept跟我刚刚讲的这个 len ok 那刚刚写的就在这里 其实这边也有 也可以用value 转为数字之后再比对 就是这个地方 把它加一下 其他如果没有讲到 也许各位可以练习一下 像那个next的部分 各位也可以自己 试着做做看 像是这边如果需要什么 需要产生无仙生的话 就怎么做 ok 那rept就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mid的话就是刚好中间 不过这边有一个题目 可能比较特殊 就是这个的下方 比如说从开始 开始的第一个字 取四个字 就0551 这样你用labs也可以 那如果你用mid的话 这边有个mid 不过这边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test给他 第几个字呢 从开头就第一个字 要几个字 要四个字 ok 那当然你会发现的 这边是0551 按确定 但是你会发现 诶 奇怪 那出来怎么会是里面的公式 而不是最后的结果 如果你们以后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请特别注意 问题出在哪里呢 其实出在格式 按右键 出成格式 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预设假设 如果你把他的格式改成文字的话 它出来的就会是公式 那如果你要让他的结果出现的话 请你把文字改成通用格式 就可以了 改的方法很简单 一 按右键出成格式 二点通用格式 恢复原来的格式 按确定 那 你想 老师怎么没有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再把游标放在资料编辑列上面 打个勾 就有了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要重新再执行一下 他就会run一下 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的这个 mid跟if 加一个value 练习看看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 好 好 谢谢大家